到比如我很想知道几件事 比如说台北是哪个地方失窃率最高 还有哪一区 哪一条路 或者是哪个时间点最容易遭窃 我想知道这些讯息 因为如果知道这些讯息的话 当然我家买房子 我就不要买那个容易被偷的地方 然后哪个时间点 如果那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加强去做一些防护 那怎么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从这个找一下 也许你从这个大平台 然后搜寻一下 搜寻什么 搜寻那个住…刚刚这个 叫住宅窃盗点位之讯 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警察局 那个什么警察局 T1 哪个 不知道哪个区 然后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有预览 一样预览的话一样会有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基本上 我们一样可以怎么样 把它先确定一下 它编码方式是哪一种 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打开来按右键 那你可以怎么样 编辑一下 然后另存心档 我刚刚讲的 另存心档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 ANSI 有没有 所以也是950 然后再来确认说它有几个栏位 123455个栏位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先下载到 我们的Excel里面了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已经下载 所以下载下来了 OK 下载下来我怎么知道 哪一个地方呢 失窃率最高 不过它这个地方 区的部分有没有 是在地址里面 所以你如果要做枢纽分析之前 你需要有 需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地址里面的区抓出来 有没有 抓出来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 枢纽分析表 我这边用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我后面这个 我就是请各位回去试玩看看 是OK的 没有问题 但你要先有一个栏位 就是哪一区 那有一区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是真的 从这边资料抓过来 做枢纽分析 我看一下 应该 对 这个啦 这个是原始资料 这个是我 为了要做枢纽分析 那我要需要知道 哪一个区 可是哪一个区的资料在哪里 在这个资料里面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抓过来到这里 OK 这个动作当然 第一个 最笨的方法是吐发电钢 最聪明的办法 用公式吗 用EBA也可以吧 OK 不过这些方法 看自己想一下 我这边是用很简单的方法 直接用个公式就好了 MID 因为刚好他刚好在第四个字 刚好三个字 所以抓过来 不用把事情想复杂 所以这个是 像这种东西 不要没事 就一定要写诚实才能解决 这种事情 简单的事情 简单 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就比较负担 哪一条路上 所以一定在区的下一个字 到路的前面一个字 OK 所以基本上我是用什么 用之前有讲过的 find find什么呢 我先规则是先find区 区的下一个字 所以区加一有没有 然后到那个什么 路 减掉区 这个区间的资料 我把它搬过来 当然如果有错误讯息的话 用fail把它过滤掉 所以打过滤之后 就有哪个区 最后利用这个 这两个栏位 因为有这两个栏位 所以我就可以做出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哪一区的失窃率 最后我把它排序一下 有没有 最后就排序 排序z到a就好 所以看得出来 治安最差的 就是中山区 OK 其次就是士林 这两区好像都比较偏北 而且士林 北头也是 士林跟北头 好像以前是属于台北县 后来才划分到台北市的 而且比较偏北 所以其实好像偏北 还有内湖是本来以前 房价还没那么高 这个是旧社区 所以好像反而是新社区 是治安是相对好的 还有文山大安区 中正区 这些都好 不过相对 它房价也比较高一点 OK 至于会差多少 好像也差一点 至于哪一条路是治安最差的 应该可以猜得到 那边就是会有很多那个 深色 对啊 OK 所以可以猜 应该也猜得出来吧 林深北 排列 中校 南京东 南京东南京西 刚好中山北路左右 所以也是在附近 那明泉 明泉也就是在南京在过两条路 对不对 明泉 明深 有没有那一带 中山北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 就是以前的那个风化区的那个地方 所以 显见 新深北也是在那附近 那内湖可能比较偏一点点 OK 大概这样 什么时间容易遭窃最多 OK 看得出来 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上班了 还有呢 十点到十二点 因为大家都睡着了 OK 不是 这大概统计的资料